我提着不敢装太慢的行李再次到达 一座城没了你我不知道哪儿还能是家 记得吗 你说过勇敢的人住在天涯 你好吗 有没有回领一个世界的家 人生这场梦做的人不同 有人痴呈有人在不疯 该何去何从 该怎么证明我曾经来过 匆匆这一生似梦也悲梦 是天是苦心还在乎 繁华宠你我都是神话题 前五分钟 外面价值更轻松 青昌堂地之华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55分 老公帮两个孩子买房 预算不够怎么办 堂地之华公寓总价38万起 同样的钱咱们可以买两套 先出租 等他们长大了 一人一套 零七七三 五六三二 八八八 这里是卫林人民广播电台 旅游音乐广播 88点3 音乐跌了时光 飞烟在你身旁 好音乐在路上 飞扬 飞扬 883 哦 哦 个性生活 新鲜表达 新鲜表达 起车风向 轻松完转 轻松完转 爱车最前沿 快乐最前方 飞飞扬883 为您开启 风上车生活 风上车生活 我是飞扬主播成心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习惯是一种顽强 而又巨大的力量 它可以主宰人生 确实习惯呢 也是分好和坏 那在路上 我们也经常会养成一些 坏习惯 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 有些司机朋友 在赶时间 或者是想省停车费的时候 就会随便寻找一处 免费的位置来停车 比如马路牙子 和凹凸不平的坡道路面等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很容易造成车架扭曲 以及影响车门的闭合度 所以说停车 一定要找一块 平整的地方来停放 最好还是能够 找一个阴凉处了 而且呢 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 驾驶技术不够娴熟 又或是停车位置 是不够宽裕 很容易养成打死方向盘 和原地打方向盘的这些习惯 这种做法长期以往呢 不但会磨损轮胎 还会加速助力泵 皮带的老化 同时对转相机 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 还是要尽量 不要打死方向 或者是原地打方向盘 如果需要打死方向的时候呢 最好是不要超过五秒钟为妙的 封上车生活 爱上汽车 爱上你 下个站点 我们继续上路